我們是廣時立活社區年齡的代理人現成國 我們是對於台北市幸運區廣時博愛園區 應作為幸運區第二座防災公園 我們反對這塊土地進行任何形態的開發 廣時博愛園區應作為幸運區第二座防災公園 礦大行運區防災公園的面積 以防災角度來看 行運區缺乏大型防災公園 南港區有南港公園 大岸區有大岸公園 台灣有為地址多震帶 萬一內四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禍 何在此 黎明跟區民該躲在哪裡去呢 松德防災公園四倍是最小型的大山公園 面積經緣十點七六七平方米 南港公園為區數倍大 一五六點一二平方米 物體人口吸引區為南港全兩兩倍 土地是行政權是政府的我們本無權策劃 但是想想所有權是人民的 但是想想油工農田水地位在民國六七年中 大一將私有水均簽證的臺北市政府與建設協校 創百年大祭 所以能請願好政府 及國民黨民進黨黨各政代 足以民代以愛護市民的行業 替我們爭取一個市民可以幫 在來時可以多立的大公園 但我們也詳細要求請出各位錢 跟大家一起通一期的非常的難 所以我們要談截 要使命為我們自己爭取到的 台灣各位台灣的朋友 台北市民及新運區的群民 可以施法全人 創百年大祭已盡 以終於小我的力量 激和大成道我比不共不一的政府激情天下 像日本的311大地震與核災引建物園 請完整保留6.5公頃土地 讓我們在防災已溫滿時 可以給我們新運區後代子生 有一塊避難自受 收入縣城的森林公園 為廣執半百的老樹請命 廣執請國安園區 因作為防災國生公園 我們的訴求是麻煩市政府建設 以市 落實公民修穿禮 2. 以樹保衛意監獄成功有老樹 5. 維吾欠建議 3. 旧有平宅的作為文藏藝術 一公望成是反對不得廣執任何程度的野野開發 以將這塊土地保留出來 臺北市有第二座在世界景影的綠色圖書館 連結附近的四座山的交叉美景 跨大臺北市市民投入攻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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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